欢迎回来来看美股行情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表示 政府在对抗通货膨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尽管他拒绝透露9月是否会降息 但是观察员普遍认为降息的可能性已经是提高了 加上电动车巨头特斯拉以及大型成长股上涨的推动下 华尔街主要股指星期二是集体收涨的 其中标普500和纳指涨幅都创下了新高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.62% 收在5509点 纳斯达克指数大涨0.84% 录得18,029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则是起162点 以39,332点挂收 别忘了 显得19,333点? 100,000 灵芽 3点 5点 3点